柬埔寨求职诈骗 竟藏跨国人口贩卖问题 近来引发台湾社会热议 有人同情 却也有人痛骂 会被骗的人都是又贪又笨 不过台湾资深国际刑警脸书则透露 他分析后有三类人会被骗去 不全都是贪心的人 这次诈骗案情况严重到 他认为有必须要到全国清查的必要 台湾人赴柬埔寨工作传出被诈骗甚至被贩卖 因而警政署大动作下令全国分局跟派出所 对4000多名出境留在柬埔寨的国人进行家户访查 追查隐性被害人 主张有必要这么做的国际刑警科科长李央吉 近来就在脸书发文解释为何要展开全国大清查的原因 目的就是要为了找出隐性被害人 他认为会去柬埔寨工作的人 分为三类人 也就是被骗去的人口贩运被害人 知道自己去参与犯罪的 正常工作的民众 他解释为何普查全国滞留柬埔寨台湾人 能找出隐性被害人的原因 很多被害人在柬埔寨是不敢跟家人求援 因为集团会对报案的被害人施暴 让其他被害人不敢对外求援 因而情趣可以借此给访查家人一个提醒 如果发现出国家人有危险的讯息 在导入现有受理报案流程处理 就有机会救人 若是存心歹念 就是想借着去柬埔寨帮忙诈骗做坏事的 在家户访查中 也可以达成部分的威吓效果 若是访查后发现 对方真的是在柬埔寨从事生意或震荡工作 那当然开心也祝福 不过 他也坦言 他从事海外打诈多年 人口贩运案办了也不少 都认为这次事态严重 因而李央吉也喊话 所以请停止谴责被害人 不是每个都是知道要去做诈骗 如果这次的家户访查 可以多找出几个隐姓被害人 这是各位的功劳 从昨天的报案资料中 已经可以看出成效 苹果新闻网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